各位汉语教师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各位来到课堂管理与领导力的专题课堂 今天是我们的第一节课 热血教师 首先我们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影响课堂管理的主要因素有哪些呢 大家来想一想 可能有的老师会说是教师 的确是由教师来管理课堂的 所以教师的领导力是一节课能否管理好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老师的领导力强 那这堂课的管理就会比较好 另外是课堂的规模 规模越大 学生的人数越多 种类越丰富 那么这堂课管理起来就越不容易 相反如果课堂的规模比较小 学生的水平比较一致 那管理起来就会比较容易 另外呢 还有课堂的性质 如果上这节课的学生水平都比较好 他们能够遵守纪律 热爱学习 那老师可能就没有什么需要管的了 相反如果他们既不守纪律 也不爱学习 那老师就会比较头疼 还有就是教学的内容 如果老师在这堂课上讲的内容是学生都愿意学的 他们觉得学了很有用 他们就会非常努力的学习 不会做违反纪律的事情 那老师在课堂管理上就不会用花费很多的心思 如果反之 学生不愿意学这些课 那老师可能就要在组织课堂上费很多功夫了 还有一点是学习的环境 比如说一间整洁的教室 清新的空气 合理的桌衣摆放 适合的温度 以及积极的学习氛围 这些都是能够促进学习的环境 如果环境不好 学生的学习就可能会分心 还有一点呢 就是期待值 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说明 一个方面是学生对老师的期待值 另一个方面是老师对学生的期待值 学生对老师的期待值是这个意思 如果一个老师 他能够符合学生的正面期待 大家注意是正面的期待 比如说这个老师有非常丰富的知识 能够认真上课 认真教学 非常爱学生 那么学生就会喜欢他 就会愿意听他的课 当然这是正面的期待 还有反面的期待 有些学生就觉得老师 越不管他越好 甚至他想想办法把老师弃走 那么这种反面期待 是需要我们老师和他进行战斗的 再说一下老师对学生的期待 如果一个老师 他对学生的期待值很高 他对学生的要求就会很严格 他会把很多的心血 放在学生的身上 学生会感觉到 也会很努力 如果老师对学生没有期待 他觉得啊 我这个班级的学生 他们也不愿意学习 他们没有什么希望了 就在这个教室里 不要出去犯罪就可以了 那可能这些学生就会感觉到 老师对他们的冷漠 他们自己也可能会放弃自己 这就是能出现所谓的放养班 那么大家看一看 我们刚才说了 有这么多因素 它们都可以影响我们的课堂管理 那么大家再想一想 在所有的这些因素当中 哪一个是第一要素呢 也就是最重要的要素呢 是我们 是我们老师 教师是课堂教学的灵魂 在教学活动中会发挥着主导作用 同时也是教学活动的设计者和组织者 而我认为我们汉语教师 在课堂上的作用会特别的重要 比如说我们教学生这样一个词 医生 那我们会让学生跟我们一起读 来同学们跟老师一起来读 医生 非常好 再来一遍 医生 那学生就会读 医生 医生 如果我们不教他 我们说来读 嗯 他们会读出来吗 恐怕不容易 那么在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英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哈姆尔就提出了汉语教师的角色和职责 我们的角色和职责包括课堂的控制者 评价者 纠错者 组织者 促进者 以及资源提供者 当然相对于不同的课行 老师的角色和职责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那么怎么来做一个好的老师呢 什么是好老师 好老师的定义很多 我对好老师的定义是这样一句话 来大家跟老师跟我一起来读一下这句话 预备开始 大家读出的是什么 实际上我们汉语是一种非常非常有趣的语言 这句话 我认为有两种读法 第一种是 教好学生的老师 什么是好学生呢 守纪律 努力学习 也就是他有很多的知识 他的品德也很好 这样的学生是好学生 那这种学生 他对老师的要求有很高 老师要比他好 要有能教给他的东西 所以能教这样学生的老师 是 好老师 还有一种 教好学生的老师 学生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不足 他可能不守纪律 可能不爱学习 那我们把这些不是非常好的学生 把他们教好 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老师 我认为也是好老师 那么怎么来做一个好老师呢 说到好老师啊 我不由的想到了这样一个人 他叫做罗恩克拉克 是一名美国老师 出生在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州 23岁的时候啊 开始在家乡的一所学校任教 他所带的这个班机 连续四年 在地区考试当中排名第一 那所学校的校长 希望罗恩克拉克能一直在这所学校任教 后来送给他一块墓地 希望他能够在这里教一生 教一辈子 但是罗恩有他自己的梦想 他希望能够教那些真正需要他的学生 所以在五年之后 他来到了纽约市的哈莱姆区 在那里一所不是很好的学校做老师 在28岁的时候 他就获得了全美最佳教师的殊荣 后来呢 出版了一本书 叫《55条基本规则》 中文的一名叫《优秀式教》出来的 好莱坞把他的事迹拍成了一部电影 叫克拉克先生的故事 中文的名字叫做《热血教师》 这部电影告诉我们 当一名好老师就要有热血 就要爱学生 那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就通过这部电影里的一些片段 来看一看 罗恩克拉克是怎样当一名好老师的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片段 我们们把每个幻颜色的台课和成立功设计 对到书颜色的碜色 好了 你对这部电影里的低课 这部电影响课 他是在从整台的整个设计 我们能够东西区的选择 这部电影里的小流特地 腾部电影里 I'm your man I have an opening in grade 3 If your credentials should be here I have an opening right here No Last year this class went through six different teachers before grade Yes nobody wants them and I do So what's the problem Test scores are very important to me It's how I keep my job I can start right now You can start on Monday 对待任何学生都要有期待之 都要有期待 我们看到当罗恩刚刚见到他这些学生的时候 校长本来是想他教另外一个班机 因为罗恩有非常丰富的教学经验 但是罗恩却选择了一个不太好的班机 校长告诉他 这个班机的学生在一个学期里换了六位教师 没有老师愿意教他们 但是罗恩说 Nobody wants them and I do 没有人愿意要他们 那我来 明明知道不好教 但是还是选择去教他们 是什么让罗恩做出这样的决定的 我想就是爱 他爱这些学生 希望能够带给他们进步 带给他们成功 所以罗恩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中国有一位著名的教育家 叫做孔子 后来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 把他的言行收录在了《论语》这本书里 在《论语魏灵宫》当中 记录了孔子说过的一句话 他说 有教无类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不因为贫富贵贱 至于善恶等原因 把一些人排除在教育对象之外 对谁都可以进行教育 也就是无论这个学生 他是不是有钱 他的地位是不是很高 不管他聪明还是笨 也不管他的品德是好是坏 只要他需要学习 需要教育 那我们就都教他 孔子说到了 也做到了 克拉克说到了 他也做到了 这个人叫做里查三世 是英格兰的国王 1485年 英国的贵族亨利都多叛乱 里查三世 命丧 博斯沃斯平原 关于他的死 有这样的一个故事 话说在1485年的一天清晨 查理查三世 和亨利都多决战前的那天早上 查理的铁匠 在给查理的战马 定马掌 因为时间紧迫 他扫定了一根铁钉 战场上 查理在侧马飞驰 可是他的这匹马 在奔跑的时候 马掌掉落 就是因为那根铁钉 少了 马掌掉落 那么查理从马背上 掉在了地上 被亨利都督的士兵抓住 杀掉了 于是就有了这样的一种说法 一个铁钉灭亡了一个国家 这个故事 我们可以总结出这样一句话 细节决定一切 同样 我们的教育 也是一种细节的艺术 课堂管理 必须要从小事做起 接下来我们通过几个片段来看一下 罗恩克拉克 他是从哪些小事开始 管理他这个混乱的班级的 第一个是土口香糖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片段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片段 在这个片段当中 下课了 学生们出了教室 罗恩抱着一个坛子 在教室门口 他请他的学生们 把口香糖都吐在这个坛子里 还好学生比较听话 可是当对面班级的学生出来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差距就出现了 别的班级的学生是排着整齐的队伍走出来的 而罗恩的学生 他们没有排队的概念 甚至缺少最基本的礼归范 罗恩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段片 Can I have your attention please Before we start today I would like to go over three rules for this class If you follow them We will all have a lot of fun If you do not follow them There will be consequences If you all remember rule number one We are a family That means we help each other out We stand up for each other We defend each other Rule number two We respect each other Hey You will call me sir Not man Not dog Not fool If you are asked a question You will say yes sir Or no sir Not yep Nope Nuh uh Nuh uh Respect Julio Vasquez Respect Julio Vasquez You will not talk Unless I call on you If I am talking You are listening with your eyes Right here Rule number three We will form a line to enter and exit class And go to lunch Come on Come on Sameka W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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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r Oh Sameka thank you For what Reminding me about rule number four No smacking of lips and rolling of the eyes If you break one of these rules Your name will go up on the board So stupid If you break another rule You will get a check If you break a third rule 说话要讲礼貌 要叫我老师 要叫我先生 要注意眼神的沟通 说话的时候看着我 我们是一家人 我们要排队出教室 去吃饭 但是好像学生们并不买账 罗恩自己的能力 好像是有限的 那么在这个时候 我们作为老师 特别是当班主任的老师 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不能一个人战斗 要借助同事和学生的力量 也就是借力 我们看一下 罗恩他是怎么借力的 来看这段影片 Boy something smells really good in here Could I ask a favor of you ladies I just wanted to Dr. King talked about justice rolling down like water Here pass this around guy and righteousness like a mighty stream It's like on a hot day when you go outside and whoosh somebody opens up a fire hydrant and there's water streaming all over the place and everybody's running around and going crazy That's what Dr. King wanted justice and freedom to feel like So tonight after we've gone over Dr. King's speech I want you all to start a journal about your dreams and aspirations Rule number three we all line up to go to the lunchroom You know what here's my rule I'm standing no line Oh okay Shamika but because we are all a family if one of us doesn't get in line for the lunchroom then none of us gets lunch Very quietly two lines right up against the wall Good Good Nice and quiet Oh looks like somebody's not hungry Stop fighting Let's go No talking And stop Shamika did you cut in line? No sir I did not You do know that I have eyes in the back of my head right? I was here ask her All right we're all gonna stand here until Shamika decides to tell the truth I didn't cut in no line Hey You're in Mr. Clark's class No food No Come on Mr. Clark I'm starving man I'm about to faint out and cold Get to the back of the line and take that hat off Yeah It's up to you whether we eat or not Shamika Shamika this is a family and families treat each other with respect they never ever lie to one another Did you cut in line? We are all just waiting on you Thank you Now what is rule number five? No That's right Now go eat I'm proud of you Thank you I said nothing Now I'll start it now Uh huh Yes Mom I miss you too Yeah I know there's a job for me back home but things are going very well here In this video 我们是一家人 我们要排队走进食堂 学生出来了 按照他的要求排了一个队伍 这个时候有一个学生没有听话 他自己跑掉了 可是罗文没有阻止他 这个时候我们又想 罗文为什么不阻止他呢 但是当这个孩子到了食堂 食堂的光丽院不给他饭吃的时候 我们明白了 哦 原来之前罗文已经跟他的这位 在食堂工作的同事 他们已经约定好了 如果学生不能够在老师的带领下 排着队来到食堂的话 就没有饭吃 这就是借助了同事的力量 接下来我们又发现 罗文的学生沙米卡插队了 他本来是排在后面的 他趁罗文不注意 他跑到了前面 可是别的学生又给他打掩护 他自己也不承认 这个时候 罗文并没有跟他发生直接的冲突 罗文没有说 沙米卡你怎么这么不听话 你为什么不承认错误 罗文没有这样做 他只是借助了别的学生的力量 罗文说我们是一家人 我们要排成一个队伍 去食堂吃饭 那如果有的同学不能排好队伍的话 我们就不走了 我们就在这等着 学生看到老师非常的坚决 而如果不按老师的要求 自己去食堂的话 又吃不到饭 大家只好让步 在周围的学生的要求下 在这种舆论的作用影响下 沙米卡只能选择让步 他回到了自己原来的位置 后面罗文做的事情 让我非常的难忘 他非常真诚的对沙米卡说 谢谢你 我为你自豪 他没有批评他 也没有炫耀自己的成功 而是真诚的赞美和表扬学生的进步 看到这里我们可能很开心 我们的老师 我们的一位同事 罗文克拉克通过自己的努力 他的管理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但是大家不要忘了 教育是需要反复和宽容的 当过了一天 罗文兴匆匆的走进教室的时候 他吃惊的发现 他精心布置的教室都被学生破坏掉 来看这段影片 好 只剩下了一段时间 就让我温暖 是的 实际上我们正在做得好 很棒 罗文反复对学生说 我爱你们 我们是一家人 但是他的学生在破坏了教室之后 在黑板和墙壁上写着 回家去吧 我们不是你的家人 罗文反复要面对的 还不止是这些 接着看后面一段影片 这是学生在课堂上 公然的反抗 侍养 你不想要去捏捏捏吗 I really really like you now Paula Thank you my mama Look at me when I talk to you My double band I'm not a check Look at me Go to hell You went You did it girl Bou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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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是慢的艺术 任何教育都不是一蹴而就的 一蹴而就就是一下子就做好 教育不可能一下子就做好的 尤其是面对着有着不良习惯的学生 他们的意志力接受力和自制能力还要面对严峻的考验 他们常常会经不住压力和诱惑而重归于零 有很多时候我们老师都会非常难过 我们刚刚取得的一点点成果 只可能过了一个晚上或者一个课间就没有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跟学生比耐力比耐心 我们一定要坚持住要挺住 罗恩克拉克他挺住了 他虽然被沙梅卡弃出了教室 他说你赢了 他走了非常生气的走了 但是他并没有放弃 而我们如果仔细看的话 我们也会发现 在罗恩离开教室的时候 沙梅卡并没有流露出那种成功的喜悦 他有一点点难过 他为什么会这样 也许他已经感觉到了 这个老师跟别的老师不太一样 这个克拉克老师 他是真的想帮他们的 而沙梅卡自己伤害了这个老师 但是 罗恩回来了 他回来之后 才开始真正的走进了学生的生活 做了一个好老师真正应该做的事情 听其师信其道 他的意思是说 只有当学生亲近老师 喜欢这个老师的时候 他才能相信这个老师的教育 才能接受这个老师的教育 所以说我们作为老师的人 如果想让一个学生听话 遵从我们的领导 那我们一定要让学生跟我们亲 我们自己也要亲近学生 走进他们的生活 我们来看一看 罗恩克拉克 他是怎么走进学生的生活的 他的第一个举动 是一起游戏 互相学习 一起学 双脚跳 罗恩对他的学生们说 老师跟你们学习 双脚跳 你们跟我学 知识 课堂外 我向你们学 在课堂上 你们跟我学 通过努力 这个笨笨的罗恩克拉克 他终于学会了双脚跳 而且跳得很精彩 我们来看这一段影片 你不认识我能学习 做那吗 没有 OK 完蛋 我会做你的事 如果我学习 我认识你 你们都要学习 什么从我 什么 你都要学习 从7学生 i know you get a job yeah you know you got to be like 味道 呵呵 哈哈哈 蹲起 前生 배等 一起游戏 不但可以拉近师生的距离 缓解他们之间的矛盾 实际上罗恩想通过这个举动 告诉学生一个道理 我克拉克老师 我很笨 我不是一个聪明的人 但是我努力了 我能学会双脚跳 那你们都比我聪明 接受的都比我快 你们如果通过努力 你们一定也能学会课堂上 我教给你们的知识 你们能学会数学 能学会历史 而罗恩的这个举动 收到了他应有的效果 这就是弟子不必不如师 师不必闲于弟子 这是中国唐代著名的文学家 教育家韩语 在诗书里说的一句话 弟子不一定不如老师 也就是学生不一定不如老师 老师也不一定 样样都比学生强 老师跟学生在一起 可以一起游戏 互相学习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接着我们来看下一段影片 我可以帮你帮你帮我帮忙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生的故事 沙梅卡是罗恩的班机里一个很特别的学生 一方面他非常的聪明 在班机里有很大的影响力 甚至具备一些领导才能 在罗恩处理两个打架的学生 要离开教室的时候 罗恩说沙梅卡你来管理这个班机 你先来替老师负责 但是另一方面 沙梅卡12岁 他生了三个孩子 而且公开的抵抗老师 不完成作业 甚至在我们刚刚看到的片段里 他曾经把罗恩砌出了教室 面对这样的一个学生 罗恩没有放弃他 没有回避这个矛盾 罗恩主动的去走进他的生活 在影片当中 罗恩来到了沙梅卡的家 他想了解沙梅卡 为什么不完成作业 当他看到沙梅卡要面对非常繁重的家务劳动的时候 他主动伸出了援手 他帮助沙梅卡照顾家里的孩子 并且帮助他做晚饭 来换取沙梅卡更多的自己完成作业的时间 而罗恩的这些举动 终于挽救了沙梅卡 改变了他 其实好的课堂管理应该是没有痕迹的 有很多工作应该在课堂之外去完成 这是一种无痕化的管理 作为一个老师 如果享有非常好的课堂管理能力 实际上我们在课堂之外 在学生的生活当中 我们要做很多工作 我们应该主动地有勇气去走进他们的生活 去解决他们的困难 尽我们自己最大的力量去帮助这些学生 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段影片 OK 大家 走进 The play's going to start Let's go in Let's go Get in there Let's go I can't find patients Go look for him Mr. Clark There's plenty of parents here Go look after the kids In the 5th century The play's going to go in Can't think through the kids I can do Bak There's plenty there If you don't think they could 家妈妈妈妈 problem You don't think they could We don't think they کے ardoury I ca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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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影片讲的是一个叫泰肖恩的学生 这个学生是一个充满了暴力色彩的孩子 他两次打架犯了非常大的错误 如果再犯一次这样的错误就会被学校开除 但是罗恩·克拉克没有放弃他 没有放弃他 再一次 泰肖恩 他被家里人暴打 被赶出家门之后 罗恩找到了他 当罗恩看到了 全说在街角边哭泣的泰肖恩的时候 罗恩走了过去 把他拥在了怀里 罗恩赞扬他 你画的画非常好 当泰肖恩哭泣的时候 罗恩对他说 我不会离开你 我要帮助你 就在罗恩温暖的怀里 泰肖恩那颗冰冷的心 慢慢的融化了 我们是否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我们觉得我们的学生没有优点 他们怎么这么气人呢 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多的毛病和缺点呢 实际上我们有没有想过 他们是孩子 他们的年纪还小 小孩子必然要犯错误 这才需要我们老师 如果他们天生就是一个圣人 没有缺点的话 那要我们来做什么呢 人都有两面性 就像买一枚钱 必有两面一样 我们看到了他的缺点和不足 能不能看到他的优点呢 我想每个人都有优点的 就像罗丹说过的 生活中不是缺少美 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 那作为一名老师 我们面对着我们那些调皮的 不守纪律的或者不爱学习的学生 我们要做到的 发现他们的优点 不离不弃 特别是在学生陷入困境 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 我们要能够主动去伸出我们的手 去帮助他 去关心他 而且是要真诚的 发自内心的 帮助他 关心他 通过努力 我们可以看到 罗恩克拉克的努力 也许跟我们自己的努力不一样 在罗恩的这种努力的管理班机的过程当中 他没有说过一句责备学生的话 没有侮辱他们 谩骂他们 没有指责他们 罗恩的每一句话 都是在赞扬他们 用一种正面的力量去引导他们 影响他们 他的一言一行 都能散发出一个老师对学生真诚的爱 都能表现出他对所有学生的期待感 那通过这些努力 罗恩得到了他应有的回报 在这个学期的考试当中 罗恩所带的这个非常混乱的班机 最后得到了整个地区最好的成绩 他们的成绩甚至比学校里的重点班机还要好 那通过罗恩的故事 我们有一句话一起分享 那就是 当一名有热血的汉语教师 爱我们的工作 爱我们的学生 当然了 罗恩能取得成功 他能把学生吸引到课堂上课 除了他爱学生 爱工作 他有热血之外 和他活泼的上课技巧还是分不开的 那么这些内容 我们在下一节课 用心上课 打动学生 继续学习 欢迎大家继续来学习 课堂管理和领导力的课程 我们下节课见